來,又到了水族問答 耀宗問道 水草缸的底土 鋪色黑土要幾公分會比較好 羅賓會建議至少五公分以上 你要想嘛,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你就知道 你把手指頭戳下去 假如可以到三截 這個厚度就是OK 最簡單是怎樣 你把水草拿起來夾這水草搓下去,種下去 一下子就浮上來,沒有辦法深入 固定住它,就表示你的土太薄了 這時候就要加 那我會建議是大概是五公分 或者是七公分 這個範圍之內都OK 你不要那種兩三公分的,那個就是要靠技術 那麼薄的適合小鋼子 可是你在種的時候技術要很好 要靠一點技術 那像種草皮的話 羅賓有一支影片 之前有種那個米尼亞 或者是那個帕利珍珠那一種的 或者是牛毛山那一種 有一個方式是怎樣 薄薄的土也可以 先鋪一層底 之後呢,把那些草皮放好之後 開始撒一些黑土 讓它有重量蓋住這個草皮 之後呢,不要浮上來就好 它就會慢慢的長 長齊之後,根就會巴附在裡面 那你這個鋼子的黑土就可以非常的薄 可能只有兩公分 這個薄度,一般這樣種是種不下去 可是你用另外一個手法的話 就可以讓它在很薄的黑土 一樣可以種出草皮 可是這會有一個缺點是怎樣 當你的草皮需要翻缸的時候 或者是要再拔起來處理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的種植就會很累 這時候你只能把整個黑土 再重新再重整一次 把之前先鋪一層底 再鋪草皮 再撒上黑土 蓋住它 讓它再慢慢長 這樣就可以維持它這麼薄 否則的話,我會建議 一般水草缸使用黑土 建議是5公分到7公分 再厚的話,我就不建議了 因為太厚的話 它整個底床下面 有可能會悶住 也就是說下面的溶氧 可能會比較不好 會容易比較 產生敗壞的情況產生 所以不需要到那麼厚 鋪那麼厚,沒意義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把它墊高 大概是5到7公分 這個的厚度就是羅賓 常常在使用的水草缸的栽培方式 黑土就是鋪這麼厚 提供給你做參考